2月18号上午 经过规范治疗 武汉雷神山医院首批两名患者康复出院 出院前 他们从医院负责人手中接过了出院证明 慰问信及纪念品 此次出院的王先生也难掩激动情绪 现场朗诵了慰问信的内容 亲爱的朋友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 你经受了心灵的煎熬和病痛的折磨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却让我们的心泄得更近 难忘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 今天看到你安全出院 我们很高兴 我们坚信二十最好的武器 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 加油 我想说雷神山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们大家一定会战胜病魔 今年36岁的王先生于2月9号住进雷神山医院接受治疗 住院期间 医护人员为他进行了抗病毒等综合治疗及惊喜护理 经过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等检查项目及专家会诊 王先生符合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院标准 他说 出院后自己第一件事是继续隔离14天 隔离结束后 他将捐献血浆用于重症患者治疗 第一件事还是隔离 因为我们确实回家要隔离14天嘛 然后第二件事 确实我隔离好以后 我要献血 然后为了去救那个 现在不是要围重病人吗 可以去救我们身上的抗体 去救这种病 第三件事就是和我的家人好好团聚一下 最想吃热干面 可王先生同时出院的袁婆婆今年已经83岁 之前她因为护理患上新冠肺炎的丈夫染病 于2月9号住进雷神山医院 经过多天的治疗 她也符合了出院标准 据了解 王先生和袁婆婆是雷神山医院首批康复出院患者 他们将回荡社区接受14天医学观察 并由医护人员进行密切观察和追踪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